禅吉山维新圣教义京大学校长袁毅法师 受宗主滚原禅师指示 前往各道场关怀各地上课的情形 联系神职人员与干部同修感情的关怀之旅 持续进行中 袁毅校长协同宗主办公室原新主任 以及师讯处原济法师 依序前往各道场与各道场住持 和各界各班干部同修等 进行对谈与沟通 了解现况与问题 并且鼓励同修们继续努力学习 关怀之旅的行程来到北部 与士林爱新道场 校新道场和卢州道场的法讲师 及班级干部同修们召开教务法务座谈会 宣导义京大学教务变革 聆听同修们对各项事务的问题反应 原意校长询问各道场的开课状况 并且宣达义京大学为了方便学员们的就学 达到持续学习的目的 因此改变学习制度 让学员可以保持既有界别 而到其他界别来就读 避免因为上课时间不方便的影响 而中断学习 同时也询问开课的法讲师 以及班级干部们 在班务及法务上课方面的需求 法讲师及同修干部们 纷纷将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出 寻求建议及改善解决方法 包含道场的建设 担任义工的车程时间需求 上课的各项问题等等 都踊跃提出讨论 原意校长和原济法师 原新主任也都一一回应记录 协助圆满各项事宜 微信电视综合报道